我要再一次正式的介绍 我旁边的这位金文琪 金文琪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 那时候知道一个 从一个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然后那个电影呢 有一个很好的宣传的 一个曲叫做《岁月神偷》 当时我就对这首歌很有感触 然后我就特别想了解它 结果我们很碰巧 在2017年的时候 就是一个碰巧的机会 我们认识了 对 我们聊了很多音乐之后 就知道了你的一些想法 然后也是有后来的一些 音乐上的一些合作 人生三部曲 对不对 有了给女儿的歌 又有了爱人 很感谢文琪她写了一个 给女儿一封信 让我就是很好地去表达了 给她的话 而且是慢慢去讲述的 有些慢慢长大了 然后性格是不同的性格 说到女儿我也觉得 怎么说呢 就是我给我自己的三个麦克风 然后就以她们的名字来 给她们命名了 而且三个不同的颜色 就是在这边 就拿过来给你们看嘛 对 对 这看得到吗 好可爱哦 这个我在演唱会上用 红色的叫跳跳公主 蓝色的是另外一个TWINS 叫跳跳公主 这个叫小布亚公主 都不同的名字 我没有起那种很怪的名字 就以她们的名字来起的让我记得 那为什么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红色 一个是蓝色 就是她们有不同的性格嘛 就是这个性格比较外向一点 然后这个呢 其实开出的时候有点内向 但是其实这个她自己蓝色 蕴藏了很多很敏感的情绪 其实我就想说 就算没有在她们身边 我也想她们和我在一起 陪着我一起工作 所以我在巡演的时候 我都会把她们带在身边 那我觉得好幸福啊 真是 像我们这空巢老人很羡慕 今天我特别选了一首歌 要唱给你 就是可以 因为这个首先是 你自己作词作曲 并演唱的歌曲 《岁月神偷》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 关于时光的 然后这也是 可以唱给你的人生的 因为你的人生在那个时候 有了一个转折点 我就把《岁月神偷》 送给你 也送给我们的时光家族的朋友们 好吗 好 我喜欢这首歌 谢谢 谢谢 我喜欢这个编曲 很喜欢这个编曲 来 白白 好想谈恋爱 谁对客人想谈恋爱吗 我觉得太狠了 这首歌 想谈恋爱的人 听什么歌都想谈恋爱 最后找到一个人看云淡风轻 真的 杰哥他只要一张开手 我都有一种追光者的感觉 我觉得他感冒唱这个歌更好 就你刚才那个鼻音加上你的颗粒感 跟《岁月神偷》很契合很契合 我也是第一次听你唱 然后觉得 结果刚刚赶上你感冒 但是其实别有一番风味 就是感冒版的 就刚才你那个版本特别想哭 就是很催泪 对 那你刚刚送了 所以神头给我 然后我今天就想说 嗯 那就是本来说 下次见面要把那个礼物给你的 就是人生三部曲 再做一首给自己的歌 然后就是一直到今天 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写 所以今天就是下一次的见面嘛 然后我就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 送音机吗 直接送歌 你把自己打开 哇 这毯子 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毯子 给女儿的吗 这大笔鹅 大笔鹅 哦 好可爱啊 这么大个饼啊 他一个一米五的饼 这个这么大个饼啊 我以为我是一个很会画饼的人 结果这旁边还有一个更画的更大 你是不是本来以为像T妈那样子 一拿出来一首歌就给你 结果给你个饼 你现在有什么感受 他已经准备感动了 我也不是故意画饼的 哦 就是虽然很不好意思 好意思可以 哈哈 好意思 我喜欢这个饼 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写歌就是还蛮纠结的一个人 是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你什么都有了 又缺些什么呢 所以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口子 写手狼人杀吧 对 哦他需要进步一下 那这个名字叫预言家是吗 预言家 可以 你今天要唱什么吗 哦是这样的 就是 杰哥在时光唱了很多歌 然后我特意选了一首 我觉得非常委婉的 非常含蓄的一首歌 这个我很想知道是哪首歌 接角的祝福 我是派你一首歌 哇 这个歌选得好 我很期待他唱这首歌 而且因为这个歌是我第一次来时光 因为第一季的时候 跟杰哥合作的歌 嗯 非常期待你唱这首歌 谢谢 喜欢你这首歌 期待 好听啊 谢谢 好意思 谢谢老师 来 非常好听 唱出了好多新的东西啊 谢谢 新的情绪啊 好厉害 还是紧张 但好了一点点 谢谢大家 就这个歌其实 不要哭了 不是 就我自己都没有要唱哭我自己 听他的我觉得好悲 我的感受就是 他很孤单 然后 其实旁边有人想要去照顾他的时候 他也怕打扰别人 他就想要去做一个自己的 孤单的个体 然后不要 就是不要影响到 世界的任何一个人 不是他已经不是躲在街角了 这个已经是 他回到家里房间 全暗的时候在唱 让人 让人觉得很 很想很怜惜他的那种拓胜 我总之很喜欢刚刚的 这个版本 谢谢